地庄姊妹,主日平安 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朝见他,敬拜他 我们的主创造天地万物 他对我们的爱身似大海,难以测量 他配得至高的赞美 因此,让我们今天带着心灵和诚实前来敬拜他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身灾天赋的爱》 天赋的爱身越海洋 光阔也无法测量 他赐下他独生爱子 愿我醉人是恩义 烈飞死心爱还悲鸣 天赋转连不听不应 书醉高阳流血舍命 隐灵是恩书醉高阳流血舍命 被逼带我放若包图 光阳流血舍命 他为我最甘愿受苦 完成是恩书醉高阳流血舍命 拆他的儿子 这就是恩书醉高阳流血舍命 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 这就是恩书醉高阳流血舍命 但我心里清楚明白 主流宝学书我最债 感谢神 弟兄姊妹 我们可慕神的爱吗 我们可慕祂的同在吗 但愿此时此刻在我们敬拜的同时 神也将对祂的渴望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向祂祈求 我们唱如露切目吸水 神啊我的心弦 无泥如露 露尖不溪水 没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慕祝 来尽来尹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 我灵淡淡相复于你 唯有你是我心 所爱我可慕祝 来尽爱你 神啊我的心 欠慕你 如露 欠慕 溪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 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 以眼泪当饮食 忍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从前与众人同望 有欢呼称赞的声音 令他们的神的殿里 大家守着 我追向这些事 我的心极其悲伤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息他 人呢 煽 Ent 我的心 不愚 你 如露 鹉 绞 hac 路 武 水 空 你 其 有 你 实 不 信 我 你 无来尽爱你 你是我的力量 短牌无灵淡淡 相逢于你 没有迷失微信 所爱我恨无来尽 无来尽爱你 深了我的心切 无力如露天无心水 没有迷失微信 所爱我恨无来尽爱你 你是我的力量 短牌无灵淡淡 相逢于你 没有迷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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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 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 你的作为何等可畏 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现在让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今天的主日崇拜 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 神你要向我选讲的话语 今次的冠状疫情 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 人类的渺小卑微 同时我们也深知 父神你就是掌管历史的主 你是最终掌权的 让我们靠着复活主的大能 在这非常的时期 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 靠主所赐的力量 共同走出疫情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的名而求 Amen 现在是家事分享时间 再一次欢迎弟兄姐妹 以及木道的朋友 来参加今天的聚会 愿神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祝福满满 第二项是关于 艾夫·帕布兰博士的 网络讲座 日期定在6月12号至14号 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的 三个晚上 时间是晚上的八点整 这个网络讲座 会通过Zoom会议应用软件 Zoom会议编号密码 教会已经通过电子邮件 另行转发给大家 第二项是关于禁食与祷告 欢迎鼓励大家在星期三 利用午餐的时间 与教会同步进行禁食祷告 与神亲近 第三项是关于奉献 冠状疫情期间 请大家使用银行转账的方式做奉献 教会的银行账户 号码是UEN198204057K 今天的讲题是 以眼还眼全世界都瞎了 讲道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八至四十二节 让我为大家读出 马太福音第三十八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 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救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扎传道 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将以下时间交给扎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就一眼还眼 全世界都瞎了 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三十八到第四十二节 就我们先来就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大美你 在主的清晨 赐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 使我们就来聆听你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就享受 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 主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使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从你的话语 从前得着 也保守 就你无用的仆人 使我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恩主你的话语 使我们听得和讲得 同盟一个圣灵的造作 我求你看顾 我求你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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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三十八到第四十二节 经文我来为大家读出 就你们听见有话说 就一眼还眼 亚还亚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就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就有人想要告你 就要拿你的礼仪 就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就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就你就同他走二里 就有求你的就给他 就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迟 就以眼还眼 就以亚还亚 这个 经文是出现在 就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三十八节 但是这个经文呢 他其实是取自于旧约 在旧约的出埃及记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四节 就立位记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节 以及生命记的 第十九章 第二十一节都有出现 这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的律法 中间的一个 就我们有报过仇吗 就或者说 就我们有没有 就想要报仇的思想 其实报仇 讲到报仇 他往往和人的 心里面的恨 他是相关联的 就我恨他 就我恨一个人 那个人曾经伤害过我 就于是乎呢 就是我想到这个人 就我的牙就很痒 就恨不得 可以去打他一下 恨不得可以去咬他一口 其实我们都曾经有 被人伤害的经历 被人伤害的感觉非常不好 同时被人伤害 心中也会 不可抑制的产生出 仇恨 产生出 就愤怒的这样的一种 情感 就于是乎呢 就想让他 承受 比我现在更大的屈辱 比我现在更大的伤害 就于是乎呢 这个过程 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想要 自己来执行 好 下面来 就是来讲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 是吴子虚的故事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 大概现在已经过 就和现在就是有差了 大概两千五百多年 就差不多是 就以色列国就是灭亡之后 不多久那个时候 在楚国有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吴子虚 他很有学问 但是他的家族呢 就由于被那个楚平王 所迫害 就于是乎呢 他的爸爸和他的哥哥 都死了 就吴子虚呢 他怀着满腔的仇恨 他就逃跑 他逃 最后呢他就逃到了 就一个地方 在那个时代 就是称为吴国 其实就是 就现在的苏州 他就 辅佐就是 当时还是 就王子的就是和吕 但是呢 当时的吴王并不是和吕 是 就是一个叫王寥的人 就那个王寥呢 他掌握的大权 就于是呢 就吴子虚就 就是想尽办法 找来一个勇士 他的名字叫专珠 就把王寥给撕杀了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 就是 其实王寥他还有个儿子 叫庆济 他掌握的大权 就是于是呢 就是 就是 吴子虚所辅佐的那个和吕 他没有办法来掌权 就于是吴子虚呢 他又用 同样的方法 派了一个叫庆济的人 就派了一个 就是 名字叫耀里的人 去刺杀了庆济 于是呢 就和吕就 掌握了大权 在吴子虚的 辅佐之下呢 越来越强盛 在这个过程中间 吴子虚还发掘出了一个人 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叫 孙武 就是我们常讲的孙子 他写了一本兵法 叫做 就是孙子兵法 这个孙武也一起的来就是 辅佐 就是吴王和吕 最后呢 打败了楚国 打败了楚国之后 就吴子虚 他 似乎他的仇报了一部分 但是那个 时候呢 逼迫就是吴子虚家族的 那个楚平王已经死掉了 死掉了呢 就并且埋葬了 就吴子虚呢 他就 就是由于那个楚平王 他的坟墓就是 在一个就是 湖泊的下面 他就吴子虚就抽干了那个 湖泊的水 把楚平王的尸骨 从他的坟墓里面挖出来 他用鞭子 抽了他三百下 鞭尸三百 听这个故事 或许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 比较畅快灵异的感觉 但是 就我们也要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吴子虚似乎在为他的 自己的仇恨在 报仇 但是他有没有伤害别人 他刺杀了王辽 就刺杀了沁姬 这些人 那就和他有仇嘛 同时如果 就是这个冤仇 继续的延伸下去的话 其实会延伸的 更广的范围 更多的仇恨 其实也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所述的环境中间 有不同宗教 之间的矛盾 就有不同 就是种族之间的矛盾 也有不同 国家之间的矛盾 其实这往往 就会看见有很多报仇的事情 而报仇来报仇去 其实冤仇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同时这个报仇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 别人给了我什么 就我就还给他什么 就往往是超过 就原来所受到的伤害 只要我的能力可以达到 绝对会 两倍的 五倍的 十倍的 一百倍的 就还给他 好 这边讲到的是 旧约的律法 那我们就去到 旧约的经文中间 来看一下 这一段就是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样的经文 它到底在讲什么 在立位纪的第二十四章 第十七节 它就开始讲到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 同归一立 就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这边我标出了红字 就是有两处是 照样向他行 就是说 旧约的律法 它有规定了 可以报仇 但是它有 同时它也规定了 那个报仇的限度就是 照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 还给那个私与伤害的人 不能超过 就是它严格到怎样 就是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就是说 就是你受了怎样的伤 就你可以还给别人 怎样的伤 就如果你 别人打瞎了你的眼睛 就是你也可以打瞎他的眼睛 别人打掉你一颗牙 你也可以打掉他一颗牙 这个律法 照着现在 就来看来 似乎就是规定了一个 它有限制 但是它也规定了可以报仇 那 被人伤害了 就是作为伤害别人的人 他付出代价 那 就他应不应该 其实是应该 否则这个世界就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的话 那 其实就是强者欺负弱者 但是你欺负别人 就是你要付出代价 这样会 就挟制 就一些恶人 他不会去行恶 因为他需要付出代价 但是呢他同时也规定了 就是报仇的不能过度 不能顺着我们心中的怒气 多倍的 报复到别人身上 其实顺着人的本性 只要我有能力 其实 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都可以做得出来 可能别人打瞎我一只眼睛 就我满怀怒气 去到那个人的家里 可能甚至做出来的是 就杀了他全身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 当一个民族 他在他的中间 在他的百姓中间 大家都用这样的方式来报仇 其实这个民族 他很快就分奔离析了 就是你 就伤我 就一拳 就是我打你失拳 那被打失拳的人 他又心怀不平 可能他又 找了个机会 直接把你打残了 那被打残的人呢 他又心怀不平 直接把人打死 那被打死的那一家人 他又心怀不平 结果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那这样的民族 他怎么样才能存在下去呢 其实就业的律法 他就是在限制这样的破坏 他是保证 这个民族他中间 其实他一方面是伸张公义 但是他就另外一方面 他又避免了报仇过渡 其实他真正的核心 是爱 是要保留这样的民族 保留这个神的选民 使这个 就是这个种族中间的人 他们可以和睦相处 这边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讲到了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 报仇 不可超过所受的伤害 第二个是保护那个犯错的人 不要受到超过其错误的伤害 就是超过他所犯的错误的伤害 在立位记第十九章 第十八节 他提到了一个就是 不可报仇 不可埋怨 就是你本国的子民 但是前面我们看见 立位记的 第二十四章 他是允许 这个报仇的行为 但是他这边讲不可报仇 他是在一个范围之下 就是讲到 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他又给了一个 就是 保证 就是我是耶和华 讲这个话是耶和华 那他这里讲的不可报仇 其实就是他下面那一句补充 所讲的 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就是不要心怀仇恨 而心中呢 却要爱人如己 这个靠着人做不到 是因为神的原因 我是耶和华 同样在 第二十四章的经文中间 同样给我们看见了 他把这些 就是报仇刑法的条例 讲完了之后 他最后一句 就是在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 就是讲到我耶和华 就你们的神 其实所行的这些律法 他都是出于神的 出于神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 好 再看下面列出来的马可福音 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 他也强调 强调就是说 这边也提到了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边提到的呢 就是有两条诫命 前面那条诫命我没有提出来 就是 首先你要爱神 其次也是 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这两条的诫命是最大的 这里 同样呢就是 就我把 就是他里面的爱人如己 也标出来了 其实旧约的律法 他归根结局就是爱 他着重的不是报仇 着重的是限制恨 使爱可以上限 使这个 就蒙神所爱的 就是这个民族 他就以色列成为一个 爱彼此的民族 就算你受了伤害 就是你用公义去报仇 但是 这个报仇 或是放在人心中的仇恨 他就乃是有限制的 他就乃是 成全了自己 也要成全别人 不只要彼此毁灭 就乃是要成全彼此 所以旧约的圣经 其实不但是在这边的经文 它表现出来这样的意思 其实你会发现旧约的 就是很多关于形式的 这些律法 其实中间都包含着爱的原则 其实这个爱的原则 在现今世界的律法中间很少看到 在现今世界的律法中间 他往往强调的只有公义 而缺少了爱 他只有说 就是 他可能 在里面他会有限制那个 报仇的程度 但是他却缺少了这个爱的层面 他往往 倾向于知识共义 但是他缺少了人性 缺少了对整个群体 就是那种爱的 道德性的维护 但是在这个 这样的情形 在旧约的律法中间 其实我们 可以看到很多 今天就 其实因为时间的原因 也不能够多讲 那继续的来看 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这边讲到 在旧约中间是 就一眼还眼 一哑还哑 那这边的第三十九节 主耶稣基督就是讲到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就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拿 就有人想要告你 他要拿你的礼仪 你连外衣都给他拿 就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从他走 有求你的就给他 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迟 其实这样的要求 让我们感觉到很过分很过分 那就是如果有恶人来欺负我 他欺负了我 我忍气吞声 就我什么也不讲 我也不报仇回去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但是 他居然说你还要转过另一个脸来给人 这个简直就不可理喻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傻子吗 别人打你一边脸 你把另一边的脸也去给他打 别人想要夺你的一些的财产 这边讲的是 就拿走你的礼仪 你连外衣都给他 可能那个人 强暴者 他要抢你钱包里的钱 结果你说 就我卡里还有钱 就我把卡里的钱 也去银行取出来给你好不好 就你觉得存在这样的人吗 其实下面的也相仿 就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无里 就要同他走二里 求你的就给他 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 其实这里 就让我们看见损失 就让我们看见吃亏 就那这样的要求 怎么可能呢 再来看 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有碰到过同样的事情 他被人打了 他怎样去回应呢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 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就耶稣 就耶稣说了这话 其实这是指的他在大祭司的面前 他回答了大祭司的问题 那旁边有一个差异 就用手掌打他 说就是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这个耶稣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把另一边的脸 去凑给他打呢 没有 就耶稣说 而就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正那不是 而就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要打我呢 而就耶稣没有给人打另一边的脸 他难道是违背了他自己的教导吗 当然不是 就耶稣怎么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教导 那这几节经文 他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继续的来看 给人打另一边的脸 就是主动愿意来受苦 有一个吃亏的心 有一个愿意吃亏的心 就是说到人 他要甘心来舍己 甘心来吃亏 下面的经文呢 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 四十一到四十二 这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 这边就讲到 主耶稣基督他跪下祷告 说 父啊 就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承受我的意思 只要承受你的意思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这杯是什么呢 就是十字架的苦杯 主耶稣基督的祷告 他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是不是他的权利呢 当然是 主耶稣基督他也没有犯罪 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但是下面就继续讲了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乃要成就你的意思 就是表达主耶稣基督他愿意生死 虽然这个杯不是他当得的 但是他甘心愿意的 就因着顺服的缘故 他愿意去承受 他主动愿意来受苦 有死亏的心 打右边的脸 把左边也给他打 当别人来打你的时候 可能递一下 啪一下打在你的脸上 就是你是没有预备的 就是你是被动的 但是照着正常的反应 就是被人打了之后 勃然怒发想要打回他 但是主耶稣说 不是的 所以你要甘心来受苦 这甘心来受苦 这个愿意的心 其实就是把另一边的脸给你 受苦 可能苦难临到的时候 那就我们是被动的 但是 当我们以一个主动的 当我们以一个甘心情愿 当我们以一个愿意舍弃 放弃自己权力的心 就是舍己的心 去面对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主动的吃亏 主动的去受 其实这篇的经文 它所讲的意思 是这个 它要我们有一个 在吃亏 在受苦的面前 我们是愿意的心 所以 这样的经文 这样的律法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 现在世界国家的律法 因为 所以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就如果 就是有律法规定 那就是有人 他必须要愿意吃亏的话 你就那必定会有一些恶人 他不断的得寸进尺 不断的彰显他的恶 不断的侵犯你的权利 不断的占据你生存的空间 其实这样的社会 其实不是一个 适宜人 适宜人来生存的社会 就变成恶者当道 但是呢 其实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道路 它是天国的道路 它不是世界上国的道路 它是天国的道路 而天国的道理从谁开始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做了 他也要求我们 有这样的行政 在腓立比书 第二章第六节 这一段 第六节到第八节 这一段呢就是 在描写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 一个道成肉身降悲的过程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道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只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死 加上 这里我就是标出红字的 第一个就是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就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 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 他不持守的这个 本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第七节呢又继续的讲 他反道虚极 虚极呢就是说 捨弃了我的权利 我不牢牢的抓住 我把他放下来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第八节我又标了红字 就是讲到 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 祂道成肉身的生命样子 其实祂从出生 一直到祂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就是 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并没有什么人 真的有能力 可以把神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不是祂自己愿意 如果不是祂 那就是自己甘愿来 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 凭我们这些 在祂的面前 脆弱的 就是一口气 就可以吹灭的人 怎么可能把祂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祂虚极 祂不坚持自己的地位 祂顺服 祂降低 祂死亡 且以最羞辱的方式 祂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舍己 甘心吃亏 这样的原则 其实祂就是 舍不假的原则 祂就是天国的原则 不是现在国度的原则 而是那个 祂已然来临 却没有完全的 天国的原则 主耶稣基督在降生的时候 其实已经天国来临 因为 天国就是 把神的原则行在地上 把神的原则行在地上的人 其实就是天国的子民 同时祂也就是天国 这个国度 现在 祂没有土地 祂没有江界 但是祂有 君王 祂也有百姓 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百姓就是我们这些 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吃亏 很不舒服 就是要人甘心吃亏 更加不舒服 这个太不合理 但是 主耶稣基督 吃了最大的亏 并且甘心 而且 祂吃的那个最大的亏 其实就成了我们最大的福分 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做成了我们的救恩 并且赐下给我们 所以呢 就是我们不管吃了什么亏 其实都比我们的恩典小 就是如果要讲吃亏心理不平衡 其实主耶稣基督是最有理由 我们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理由 当然我们 就是与人相比 在人之间找平衡 就是我们就吃了亏 受了伤害 但是我们有另一个地方可以过来更多 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 他的恩典 总比我们的伤害大 他的恩典 总比我们 在人那里受的亏损大 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 他已经死了 同时我们也已经没门了 那就我们该做怎样的人呢 那就我们该不该做那个给人打 另一边连着人呢 舍己是什么 前面其实都讲过了 其实就是吃亏 就是悲伤害 就是自己本来当得的 似乎没有了 在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第七节 就是讲到为什么 不情愿受欺呢 就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这个是保罗 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的话 哥林多信徒呢 他们有那种彼此诉讼的事 而且他们在诉讼中间呢 可能也去买通那些法官啊 就是为自己来赚得更大的利益啊 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彼此来伤害啊 可能某人先死 就是别人受了伤害 那个受伤害的人呢 他却用那种就是不光彩的手段 不但要去讨回自己所受到的伤害 并且要赚得更多 所以保罗就给他们讲出了一个天国的缘 这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的报仇呢 说几说什么 就下面就是列出了就是有四样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到别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呢就从这四样来讲 就稍微讲一点 第一个呢就是讲经济 这个是好像是我们觉得最常见的 同时也是非常有可能会受到亏损的 因为不管是骗子也好 小偷也好 强盗也好 他往往使你造成的损失 基本都是激动在经济上面 经济上面受了亏损 吃了亏了 被人赚了便宜了 或者呢 别人借了你的钱不换 就或者呢 别人就画了一块很大的饼给你 说去投资这个东西你可以赚钱 结果呢后来呢 不但钱没有赚到 赚到就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碰到这样的事情 就我们是不是会心怀不平 耿耿于怀 就是我那么信任他 他居然挖了一个坑让我去跳 他居然拿了我的钱不还 他又不是没钱 他又不是没钱 我昨天还看见 他去金沙十字祖坛 他经济好像很好 甚至经济比我都好 就让他拿了我的钱合理吗 不合理 那他把钱还给你就合理吗 很合理 但是他却不还 怎么办 其实这里 并不是一味的要限制我们去讨回公道 讨回公义 只是讲到我们要有一个情愿智慧的心 要有一个甘愿智慧的心 要有一个舍得出去的心 并不是说不要公义了 其实真的完全舍弃了公义 只是假是亏 许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太会使得 这个环境真正的变好 而会使得 就是那些恶人 他会更加的放任自己的恶 其实在经济上面吃亏 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当然可以分不同的层面来讲 就是如果就是那个人 就人很坏 他拿了你的钱不还 同时你也没有什么合理的手段 可以把钱去拿回来 他没有写欠条啊 或者他用某种方式把你的欠条 就是搞不见了之类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开心 失去了 相信 在人那里失去了 神一定会不作用 第二个 如果见你钱的那个弟兄姐妹 是真的他换不出来 其实我们更应该的就是本着爱情 死亏 并且祝福他 可以走出那样的困境 可以走出那样的困境 下面还有提到就是有名誉 其实讲名誉 这个问题 其实名誉上面的吃亏 他不是讲我干了什么坏事 后来被别人发现了检局揭发 所以我的声名扫地 其实这样的那当然 谈不上舍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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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活该 自己 中的什么因 他就收什么货 其实和舍己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行什么不好的事情 别人 别人他因为嫉妒 他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来攻击你 使得我们名誉受损了 同时呢 我们也尽力的 把真相讲出来 但是还是有人 觉得你就是不好 那就 那就是让他们 觉得我不好 不要一定要 用一些过激的手段 去挽回自己的名誉 甘心情愿来承担 主耶稣基督 他也甘心情愿的上司是假的 他所承担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羞辱 他刺身漏体的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是列在那个城门口 进出的人都看得到的地方 他都能甘愿 那我 在名誉上面 受了一些的亏损 那就甘然领受 舍了 相信 主那里会等 就因为真正评判的人 不是别人 只有主耶稣基督 他还是那真正的审判者 好 那下面又提到了一些 就是时间 可能我们会 就是因为各种的原因 就是我们会损失一些的时间 或者呢 就是 就是 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朋友啊 他们 似乎是很不礼貌的 介入了我的 家庭世界 私人时间中间 似乎是打扰了我 同时呢 他打扰的好像 也并没有 就是有那样的很大的必要性 如果他真的很有必要 许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 是愿意付出时间的 但是 其实有一些的被人打扰 他似乎 并不是那样的 就是必须 时间被占据了 就你甘心了 还有 在教会里面参与福祉 他一定会占据我们的世界 就有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 就是有点心里不太舒服 占据了太多的时间 但是拒绝呢 但是拒绝呢好像又不太好 把时间花在侍奉上面 其实我相信天父上帝 会补足我们的指挥 下面又讲到了生命 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白白的付出了他 根本没有犯过任何对的生命 而作为信徒归根结底来说 就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 至终都是要死去的 即使我们 是为主殉道 真的是为主流血 舍命了 但是我们舍的这个命 和耶稣的舍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舍的这个命 是本来就该死去 而主耶稣基督舍的命 是本来就应该存在 直到永永远 是不应该死的生命 所以 即使我们 就是为了真理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就像 就是 主耶稣当然是一个最大的榜样 还有我们的 就是圣经中间所呈现出来的那些使徒 除了使徒约翰之外 其他都是寻找的 甘心吗 情愿吗 根据 教会历史的记载 所有殉道的使徒 全部都是甘心情愿 都是愿意付出 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的道 就是用我们活着的生命 就是用我们活出来的生命 可以见证上帝的道 那用一个就是为 为义而舍命的生命 他同样也是可以来见证上的道 是亏吗 主耶稣会补偿 主 曾经 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就是为主舍命的 他会赐给他生命的冠名 感谢上帝 他所赐的 他所赐的 比我们的生命更好 比我们的生命更大 所以甚至我们 舍命 连自己命都没有了 我们都不会吃亏 那就那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吃亏呢 但是呢 同人之间讲 同人之间来找平衡 那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地方会吃亏 但是呢 加上了耶稣 这个第三方的因素的话 其实我们是永远都会吃亏的 舍己是天国的原则 报仇 是世界的原则 就我们要选哪一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可以扪心自问 当然就是我们在 在没有吃亏被人伤害的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 其实我们都会 讲舍己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我们带入了那一个被伤害的情景 带入了那一个被羞辱的情景 其实是 就是有难度的 所以这个选 选哪一个 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张力的 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 借了你钱不还的弟兄 或者姐妹 就或许 就或许你经过祷告 说主啊真的是 就我选择 是亏了 但是你还看见祂 笑嘻嘻的在你面前晃大 真的能放下 真的那么容易放下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 就我们选择舍己 或者我们选择 报仇 其实就表明了就是我们 归宿的正义 如果我选择了舍己 并且我把舍己实践出来了 其实就是表明我是属于天国的 如果我选择了报仇 并且把这个报仇给实践了出来 其实它往往就表明了我们是属于世界 下面这句话就讲到 舍己是一个心的原则 不是死守自举 这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你的心里面的甘心乐意 甘心舍己 甘心吃亏 就像在马太福音的经文中间所讲的 别人打了你右边的脸 你甘心吃亏吗 而不是死守自举 他打我右边的脸 我咬牙切齿地 把左边的脸也给他打一下 然后咬牙切齿地忍气吞声 心里说 现在我已经做到了 如果你再打我一下 就我一定会把你打个半尺 其实这样的实践 那个字面的 就意思是没有 就是守那个字句 做到那个字句字面的意思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心是被仇恨所充满 心中完全没有舍 心中只有恨 所以舍是一个心的原则 不是一个字句的原则 我们当要就明白 这样的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甘愿舍尽吗 这是一个挑战我们的问题 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挑战我们生命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挑战我们一生的问题 许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是 今天说我可以放下 但是明天 就是 就是又发现 其实我放下 舍己 其实对 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征战 是要照着世界的原则来保留 自己 还是照着天国的原则 甘心情愿的给出去 这个问题 那就我们需要长长的来问自己 长长的来挑战自己 使我们不断的来悔改 使我们不断的来归正 使我们不断的可以给出去更多 使我们不断的借着舍己 可以更多的得到耶稣 更多的活在天国 更多的彰显天上的荣耀 更多的把天国的爱 带到这个没有爱的事情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你 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经文 使我们从 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经文中间 这登山宝训的这一段 就是论报仇的 这样的一段的经文中间 使我们看见天国的原则 其实就是舍己 就是甘心情愿的可以给出去 甘心情愿的可以吃亏 并且主 就你必丰富的偿望 主啊就求祝你真的是 借着这样的经文 使我们看见自己 看见自己的真相 看见自己这给不出去的真相 看见 就我们真的是一直想要为自己保留 一直想要 保留这世界上的 就好像我们 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死去一样 主啊就求祝你 使我们看清我们的真相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归向你 主啊求祢保守 求祢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使我们更爱主 使我们更舍己 使我们更甘心顺服 使我们能够更加成为 别人的祝福 主啊愿将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里 祷告 是奋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感谢家传道为我们分享的信息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心灵和诚实 来回应祂的慈爱以及恩典 所以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唱 这首回应十歌 圣洁佛记 好可一切过滤 天心的美丽 圣洁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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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红搜索 收纳着 一切过滤 圣洁佛记 圣洁佛记 看见你 渗洁佛记 浑洁佛记 圣洁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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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手借心情 吃蜂蜜 如生结火迹 当你此笑言语 我得了更新 当你荣耀一切 你多了莫习 我的生命 相赋于你 渴望全新归向你 线上眼睛 愿能得见你 线上耳朵 聆听你声音 接近我空 宣告你心意 手借心情 吃蜂蜜 线上眼睛 愿能得见你 线上耳朵 聆听你声音 接近我空 宣告你心意 手借心情 是蜂蜜 如生结火迹 你当线上肢体 座椅的齐聚 为你的荣耀 你的计划 管一笔指引 有个生命 线上眼睛 愿能得见你 线上耳朵 聆听你声音 线上耳朵 聆听你声音 线上眼睛 愿能得见你 接近我空 宣告你心意 如今星期是否你 如生结火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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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以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 来总结我们今天的崇拜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长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